两个黄梨鸣翠柳,一行白鹿上青天。 杜甫的这首绝剧描述出一幅生机盎然的早春画面。 每当看到鸟儿在天空中飞翔,我们都要赞叹大自然的神奇。 鸟是如何从爬行动物一跃飞升到天空上的呢? 这个视频咱来说说鸟。 鸟类进化出了很多适应飞行的特点。 它的身体呈流线型,可以更好地减少空气的阻力。 鸟的体表都覆盖羽毛。 这些羽毛分为正羽和绒羽。 正羽位于鸟的前肢,哦不,是翼上。 鸟的前肢已经变成了翼。 鸟有了翼和正羽,即可以振翅高飞,也可以平稳滑翔。 鸟身上的是绒羽。 这些羽毛轻便,保暖,是真真正正的羽绒服。 咱把鸟脱了毛,再说说肌肉。 鸟的胸肌可发达了,它的胸肌附着在胸骨的中间。 鸟类的胸骨中间高高隆起,就像传的龙骨一样,叫做龙骨秃。 龙骨秃可以增加肌肉的附着面。 鸟的骨骼轻薄又坚固,有的骨骼里面都是空的。 这样鸟的飞行重量就更轻了,真是完美的设计。 说了鸟的身体结构,咱再说说鸟的感觉器官。 鸟的视觉发达,它可以在快速的飞行中捕食猎物。 像老鹰,可以从千米之外看到地上奔跑的兔子。 依靠这么发达的视觉捕捉到猎物,鸟儿该怎么吃呢? 鸟的嘴叫做蕙,还是角质的。 不管是土地还是树木,鸟都可以凿开着食,可它嘴里连一颗牙齿都没有,是个无耻之徒。 有蕙无耻也是鸟的特征之一。 说了鸟类的形态结构特征,咱再说说鸟的内部结构。 为了不影响飞行速度,鸟吃饭是葫芦吞枣,它食量大,还消化快。 食物残渣很快就能变成鸟屎,飘落下来。 飞翔很好体力,鸟得有足够的氧气才行。 鸟类的呼吸系统庞大又复杂,它除了有肺,还有气囊辅助呼吸。 气囊分布在各内脏之间。 鸟吸气时,一部分空气进入肺里,一部分空气进入了气囊。 鸟呼气时,肺里的空气排出体外,气囊里的空气又进入肺里。 这样,鸟不管是呼啊还是吸啊,肺里都是在吸收氧气,这效率多高啊。 不只是呼吸效率高,鸟的心跳频率也高。 蜂鸟可以达到每分钟615次,可是咱每分钟才72次,几乎差了10倍。 不仅如此,鸟的体温也高,加割体温可以达到42摄氏度。 鸟类也算三高动物了,那就是呼吸效率高,心跳速率高,还有体温高。 鸟的体温虽高,但是恒定。 啥意思? 之前咱说过的鱼类啊,两栖动物啊,爬行动物啊, 它们的体温是随环境温度的变化而改变的。 所以,它们被称为变温动物,也就是冷血动物。 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到了冬天, 由于外界温度的降低,只能降低自己的耗氧量, 降低自己的体温,进入冬眠。 而鸟类会增加自己的耗氧量,维持恒定的体温。 所以,鸟的体温是不会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而改变,它是恒温动物。 体温恒定增强了鸟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,是鸟类进化的重要特征。 说了这么多,那鸟类是怎么繁殖的呢? 没错,咱吃的鸡蛋、鸭蛋、鹅蛋,其实这些都是鸟蛋。 鸟类也是通过产卵来繁殖后代的。 产卵也是鸟类适应飞翔生活的特征之一哦。 好了,又要总结了。 鸟类适应飞翔的形态结构特点是, 身体呈流线型,体表富裕,前肢变成翼,胸肌发达,胸骨上有龙骨秃,骨骼轻薄,坚固。 而鸟的消化特征是,有慧无耻,食量大,消化快。 鸟的呼吸特征是,除了肺,还有气囊辅助呼吸。 鸟的血液循环特征是,心跳频率快。 鸟还是恒温动物,通过产卵繁殖后代。 鸟的全身都是为了飞翔而设计,这些你都记住了吗?